欢迎大家收看六度挑战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19岁高颜值女老赖现身直播 欠租1万人遭通缉称房东太严苛 对于被指高颜值 曹小娜表示自认长得并不算漂亮 也许只是法任选的照片恰好显得漂亮 请大家收看 19岁高颜值女老赖现身直播 欠租1万人遭通缉称房东太严苛 近日一名19岁女子因欠1028人房租 被呼和浩特试回民区人民法院悬赏通缉 因相貌清秀引发网民关注 被称为高颜值女老赖 该名女子周六现身开直播说明租物纠纷原委 表示年少读书少不知事性严重性 目前已缴金款项 女事主曹小娜在直播中表示 她今年19岁 去年事情发生时还不满18周岁 她因为不太喜欢读书 初中毕业后打算学一门手艺谋生 去年4月份去到呼和浩特学习婚纱化妆 在一处小区租房居住 但后来出现疫情 无法继续学习 她便决定先回老家 退租时与房东产生分歧 她认为自己只住了三个月 也没有欠租 但房东认为签了一年的合同 她不住的九个月也要付租金 曹职任太年轻 读书少 对很多东西也不懂 认为自己住多久交多久的租没有理亏 竟止回了老家 今年8月份 法院开庭她也没有音讯 直到亲友看见她成为老赖被悬赏的新闻 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2月8日 她前往法院付清1万多元的款项 法院9日发公告宣布结案 曹表示 她每月从事化妆的收入不过2000元 这笔钱她要5个月时间才能赚到 她不满意房东的做法 认为太苛刻 表示有朋友同样租房住 疫情期间甚至获房东免租 对于被指高颜值 曹小娜表示 自认长得并不算漂亮 也许只是法院选的照片 恰好显得漂亮 她还澄清了网络上 关于她从事不良职业的谣传 称自己虽然一读书就想打瞌睡 但是并没有钱违法的事情 从事的是婚纱化妆的工作 很辛苦 收入也不高 一些网友留言称 曹某奈因为房租被悬赏 有点不划算 房东也显得不够意思 有人说要帮她起底房东 她明确拒绝 只是劝网友租房时要小心 这场直播持续了几个小时 有多达30万人观看 到12月10日零点后不久中断 现在请看六度挑战主讲人 对这篇文章的内容 与涉事人提出质疑与挑战 哎呀 这个新闻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一个19岁的女孩 因为欠租1万多元 居然被法院悬赏通缉 还被冠以高颜值女老赖的称号 我得说 这个称号真是让人既好笑 又好奇 看来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颜值够高 就算你是个老赖 也能吸引一大堆人的观众 但是 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女孩 名叫曹晓娜 她在直播中解释了自己的情况 她说 因为不喜欢读书 所以初中毕业后 就去呼和浩特学习婚纱化妆 然后在那里租了一间房子 但是 因为疫情的原因 她无法继续学习 所以决定回家 在退租的时候 她和房东产生了分歧 她认为自己只住了三个月 所以不应该支付一年的租金 但是房东却认为 因为签了一年的合同 所以 她应该支付一年的租金 我得说 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首先 这个女孩的逻辑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她认为 自己只住了三个月 就应该只支付三个月的租金 这种逻辑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她难道不知道 签合同就意味着 你要遵守合同的条款吗 如果你签了一年的合同 那就意味着 你要支付一年的租金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如果你不想支付一年的租金 那就不应该签一年的合同 这种逻辑真是让人无语 其次 这个女孩的态度 也让人大跌眼镜 她居然敢说 自己太年轻 读书少 对很多东西也不懂 这种话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你年轻不是你的错 但是你不懂事 却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就不对了 你不懂事 那就应该去学习 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种态度 真是让人无法接受 最后 这个女孩的行为 也让人大跌眼镜 她居然敢在直播中说 自己的收入只有2000元 所以 这笔钱 她要五个月才能赚到 这种话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你的收入低不是你的错 但是你欠别人的钱 却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就不对了 你欠别人的钱 那就应该去还 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种行为 真是让人无法接受 总的来说 这个女孩的行为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她不仅不懂事 而且还把责任推给别人 我想说 你的颜值再高 也不能掩盖你的错误 你应该承认你的错误 然后去改正 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 应该做的事情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这个新闻故事中的女孩 确实是让人啼笑皆非 她的逻辑和态度 都让人大跌眼镜 不懂事 不负责任 真是让人无法接受 不过 也许这个故事 能给我们一些反思 我们应该要学会负责任的 对待我们的行为 不管是欠债还是其他事情 我们都应该勇于面对 而不是逃避或推卸责任 而且 我们也应该要学会 尊重合同和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样 我们才能成为一个 更成熟 更有责任感的人 所以 我们要时刻记住 不要让自己的颜值 掩盖了自己的错误 要勇于面对并改正 这就是我对这个故事的观点 我也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各种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各种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